這是薩蓋 薩蓋為什麼會讓自己變成這樣一個人 變成一個看起來好像很有身分很有地位 其實是自己人瞧不起 你想想看他這個地位上 猶太人看不起他 因為覺得他是走狗 羅馬人真的會瞧不起他 也不會覺得他是獨才 那些影片裡面那些人佔著日本的勢力欺負我們自己中國人的 對中國人當然討厭他漢奸 日本人真的會瞧不起他嗎 也不會 也覺得這些人就是奴才 但是雖然別人瞧不起他 可是他有錢 可是他有地位 薩蓋為什麼會讓自己變成這樣一個人 我想從聖經裡頭 我們大概找到一點線索 那個線索是什麼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來讀剛才這份經文 你看看薩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第二節第三節 十九章的第二節第三節這兩節我們一起來念 第二節講到他的一個身份 第三節講到他人的特質 來 一起來請 有一個人名叫薩蓋 作祟禮長 是個才子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愛 所以不得太見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愛 殺乾是個愛 我知道我中間有沒有人的個字 愛 我從小個字就愛 我從小真的真的愛 我就發現一個孩子跟我同擦三天 他從小就給我告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麼奇怪 他就說 你知道這個人的愛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想說個子很小 那才好 我昨天跟大家講 我國中畢業 初中畢業 一百二十八個 好小 小的 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老輩來欺負 但是他那個很不怪的 在學校被欺負你的爸 教會 教會一次這樣 把他進去 我們在聖誕節 不知道你們教會也不練習 我們聖誕節歷年來 一定練習 而且都因同樣的出息 就是那個約瑟 瑪利亞 在法朝裡面 把耶穌生下來 然後牧養人來了 然後天使來了 然後唱 平安夜 就完了 每一年都演這樣一齣戲 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因為台上 不是你兒子 就是我孫子 乖的啊 我孫子出來了 我從幼稚園 小班 一直到我小學畢業 都有演出 我爸爸是牧師 但是你知道 我很辛苦 九年的時間 就這一齣戲 我只演過一個角色 是那個 跟著牧羊人 爬進來的小家 永遠是小羊 可那個很慘 人家 各自小的小羊 那人家那個 演小羊還要縮起來 出必縮 我全部打開 就打開啪 太慘了 可是我到六年級的時候 那個主義學老師 憐憫我 很漂亮 不是我認識的 我愛演戲 所以我到下族演出的時候 我是學戲劇 我拍演戲 我很認真的牌 做小羊 也是認真的爬 我連爬都很認真 到了六年級 那個老師覺得 真的 這家伙已經爬了八年了 真的很害怕 然後後來那個老師 就把我找不去說 小羊講 欸 老師今年給你換了一個角色 我好快樂 我終於不必在小羊了 不是 老師說 你還是羊 但是你說羊的頭 我爬第一個 我之前八年都爬 最後一個 那個最矮 那他還加一句 因為你路線最熟悉 還拍手 你這邊有同情線 那是很挫折的事 因為那個 我們腳後背那個地板 每一塊我的手 每一年八月 我就開始爬了 讚 我不快樂 這我學秀 因為矮 老師都受很多 受很多氣 很疼 老師被欺負 但是 你就不快樂 其實我相信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都有我們的愛 不一定是個子 愛是什麼 是你比不上別人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都有一些比不上別人的東西 什麼樣叫做愛 180愛都愛 而且你在那老命旁邊 就很愛 站在我們128旁邊 所以你就拒人 你知道高丸愛是比較出來的 看你跟姊姊一樣 180跟姚明 他愛 跟128他就叫 比較 你覺得其實我們就一直 活在一個比較的世界 一個人從出生 真的不出生 爸爸開始懷疑就開始比 哎呦你肚子原來 我肚子肩原來 我肚子肩原來 哎呦你肚子那麼小 我的臉皮突然 哇你兒子啊或我們女兒啊 每個人都比啊 你伸出來繼續比啊 哎呦你頭髮怎麼這麼多 我這怎麼光頭啊 真的你媽媽有沒有比過 你不相信你沒比過 哎呦你好白喔 哎呦我這怎麼這麼黑啊 你不能出動槍啊 我也是有孩子的 我也是這樣生出來的 這就是從小就比 然後上面書比學校 比分數 在美美這裡還比學區 你是哪一個區的 我在哪一個區 然後比哪一個學校 一路比上來 比上來 你再大一點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也比大人 你女朋友也比小一點 不停的比 我來做事 你可以趕到公司 升職薪水房子 然後結了婚以後 比丈夫 你丈夫 你丈夫之後就在講 他就幫我丈夫總經理 不好意思啊 畢啊 沒完沒了的畢啊 可是真的活在一個 比教的世界裡面 有兩個小孩 在一起 小孩子你知道 那個大人以外的小孩 會跟著學 然後你 你小孩 三個小孩在那裡 在那裡講說 我爸好厲害 我爸 每天他跳到水裡面 他會悶氣 他悶在水下面 三分鐘都可以每天 試試再起來 他可以悶水三分鐘 不帶來氧氣 在水裡面 另外一個小孩說 說不了不起 我爸悶十分鐘的夏天 開始睡覺了 十分鐘不帶氧氣 現在在水裡面 另外一個孩子講說 沒什麼了不起 我爸爸可以一天在水裡面 大家反正性 要他把出來比 每個人隨便說 另外一個小孩 媳婦莫收 有什麼了不起 我爸去 你已經跳下去了 他現在都沒上海了 我們下去 我們啊 我們這邊就活在一個 比你的世界裡面 他比來比去 比到後來你覺得 真的 我爸下去沒上來 演別演 你爸 等等那你明明 好 我爸還是上海好 真的我活在一個比较的世界 因為比较 其實我覺得很快 我們家八個小孩 我書念的最好 我最好 我一個哥哥是太空博士 他是那種 叫做台灣啊 建宗 台大 碩士 博士 兩個博士 三個博士 然後在太空總書裡面 你知道有這種哥哥啊 討厭氣了 你永遠比不上他 你做什麼時候比不上他 他真的很慘啊 他每次每次是那個 我神經在一發 我媽就說 你怎麼不像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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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 太空博士 數學目以下 好極了 本人數學8分 6分 2分 我如果考12分 我就偷笑 因為終於兩位秀了 數學目以下 真的很慘 哇你很慘啊 每次我還聽到 怎麼不像你哥 怎麼不像你哥 我就被他罵 我就在那邊 傻傻的站在那邊 然後我變個心思想 對啊 你怎麼罵我呢 這不是我挑的 應該我問你 你怎麼把我生成這樣 不是我自己挑的 比如說八個在這裡排隊 然後說我就要這個 沒有啊 要讓我挑 我也想做太空博士啊 那你就沒有給我是一個 數學頭腦 你怎麼怪我呢 我該講 我心裡面還長這樣子一個 一個問你很久說 你為什麼把我生成這樣 人活在比教裡面 真的很辛苦 可是 在比教當中 我們怎麼樣繼續往前走 我相信很多的時候 在人生裡面 我們也會有一句話說 我為什麼要留上 我為什麼要留上 為什麼我的價值 留你的價值 為什麼我的背景 留你的背景 為什麼我爸跟爸 不一樣 為什麼我的環境 為什麼你的智力 你財力能力活 你的各方面就是跟我想 人生也常常有一口氣說 我就不服氣 我就不服氣 我為什麼一定要比你 比你愛半截 沒有一個人會喜歡 愛 比別人愛半截 個子愛 也就算了 在社會上工作 比別人愛半截 在婚姻委員 比別人愛半截 在學歷上 比別人愛半截 在資歷上 比別人愛半截 當你發現我在這個 央地不像別人的時候 大概我們都會有一個想法說 我在別的地方跟你比 我總要有一個地方嚴密吧 我總要有一個地方可以領你 我那個開天國師 就是開工秀 幾年前他 離開他的工作 他出來奉獻 他也是一個全世界的傳道人 當他離開那個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退休 只有半點的時間 但是他上次也遇到他的時候 他就放棄了 他不要退休 他就辭職了 所以他其實 放掉的是一大米的退休金 那個一大米的退休金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他的 親家 就是少尊男女士 少尊男女士 少尊女士跟我講說 他放棄掉的那個 退休金是 是一個天文數字 我不曉得搞清楚 他放棄人家 那很多人都很懷疑說 你跟錢有醜話 在…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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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他… 沒有… 應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